这个被冰封了 四万年的远古人 被科学家成功救活 大壮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个冰人 他把自己的老婆带到了他的身边 冰人见到女人后 当场就引起了他的好奇心 他直接一言不合就闻起了女人的头发 这时的女人已经被吓出了 你手机里的第三个表情 好在大壮及时阻止了冰人 就在这时 天空突然出现了一架直升机 冰人看到后 立马兴奋了起来 直到直升机飞走 冰人还傻傻地留在原地 自从这次见到直升机后 冰人开始不吃不喝 像是想要进行某种祭拜仪式 科学家知道 如果再这样下去 冰人肯定会被饿死的 于是热心的大壮走了进来 他要把冰人带出去 两人出来后 外面冰天雪地 寒风呼啸 但冰人却很开心 这是他四万年后 再次地走出这个世界 就在这时 科学家们驾驶直升机追了上来 冰人看到直升机后 一把就抓住了直升机 但下一秒 冰人却微笑地松开了自己的手 这一刻 他把自己交给了神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冰人四万年 喜欢的朋友建议去看一下原片 好了 我是妞妞 咱们下期作品再见